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啊 细想这个还是中共党内作为改革派的观点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如果能够遏制习近平 是中共回到邓耀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这样就好了 我认为习近平根本没有剖弃邓耀平的路线 邓耀平的路线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是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第二条是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实用主义 哪些对共产党领导有利他就拿来用 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 资本 科技都可以拿来为中共所用 这就是所谓邓耀平的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 第三条就是邓耀平的韬光养晦理论 邓耀平告诉中共 先不要以美国为敌 先不要做世界老大 要积蓄力量 他有朋友这样说 他并不意味着中共永远不要做世界老大 他仅仅是说你现在要积蓄力量 等到时机到了你才能做世界老大 那么这几十年来 中共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 同时在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孤习和纵容之下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本和技术的支持下 又在西方提供的市场的鼓励下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国民经济总值按购买力计算 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使得中国人呢 可以用中国的经济实力跟美国抗衡 所以呢 习近平开始亮剑了 但这并不是习近平违背了邓小平的策略 恰恰相反 这是共产党现在的实力够了 要和美国直接碰撞 所以说 习近平并没有抠弃邓小平 从毛泽东 邓小平到习近平 所有的中共领导人 都是要维护中共的绝对统治的 在这一点上 他们没有区别 唯一的一个例外 就是胡耀邦 赵紫阳时代 他们在尝试走出一党专政 尝试给人们更多的自由 但是他这种尝试 立刻被中共认为是自由化 马上取替 所以你即使是中共的第一号领导人 如果你要违背中共的绝对领导权的时候 就会被中共毫不犹豫地消灭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